大家好,我是Ruag 在澳洲海鮮靠自己 歡迎你們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要帶你們去實際體驗一下 在澳洲昆斯蘭抓泥蟹的整個過程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我的倉庫 就是放我的蟹網的地方 待會我會準備四個 因為在昆斯蘭這邊一個人只能放四個網子 這個泥蟹在亞洲其實很多名字 沙公、沙母、青蟹或者是菜蟳 其實他們都是一樣的 它是泥蟹不同階段的名稱而已 今天是星期三 然後週五的話 有個朋友要過來從新西蘭飛過來 我就今天下午去放網子 明天收 那我就是準備抓一些螃蟹 等它過來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那我也大概有半年沒有抓螃蟹了吧 這樣算起來應該超過半年 因為我自己平時比較少吃螃蟹 所以今天呢 就帶四個網子出去 然後看看可以抓多少隻 看可不可以幸運抓到那個大的那個公螃蟹 到我們第一個地方了 在這個地方呢 我會先放兩張網子 然後再到下一個橋上 這個地方我之前也有來過了 可是很久沒有來 那在這邊抓螃蟹 我是覺得最方便的 因為它這個是橋嘛 我們等一下直接把這個網子從上面丟下去就可以了 就不用踩這些泥巴 然後來這邊呢 一定要的就是這個防溫噴溢 這裡啊有超多的那種沙紋 這個沙紋呢它其實長得有點像蒼蠅 但是呢它的實際體積大小呢 就跟一顆沙子一樣 所以它才叫Santafly 它停在你手上你就會覺得它像一顆灰塵一樣 你是不會像一隻蚊子一樣會注意到它 當你已經注意到它的時候呢 那它已經就是已經吸到你的血了 而且這個沙紋呢 它咬上去呢 你可能會癢一個禮拜 就非常的癢的 那抓泥蟹呢 一定要的是就是傍晚 你一大白天來下 然後傍晚拿走 這個都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過夜 你一切都是夜襲性的動物 所以他們只有晚上呢會出來覓食 然後呢今天帶的魚兒就是這些 這個是 反正就是清理冰箱嘛 過期的肉啊 然後釣魚用剩下來的這種沙丁啊 為什麼說這個是用剩的沙丁呢 因為這個沙丁魚它已經解凍過一次了 然後這些表面已經都變成這種咖啡色了 所以它這個肉呢已經是有點爛了 那你如果下次拿去釣魚 它非常的不好勾 而且有時候丟出去它一下子就閃掉了 所以這種東西呢 就是留起來抓螃蟹 那每次抓螃蟹就是我清理冰箱的時候呢 那其實抓泥蟹呢 在昆士蘭這邊呢 老實說 你只要到河川的中游上游 幾乎每一個河川有連接著海水的話 那個都是一定有泥蟹的 因為它本來就是在這種環境生存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岸邊呢 就是泥巴 跟這種大樹 那大樹的下面呢 會有一些大樹的那種大樹根都會爛掉嘛 爛掉的地方呢 就是泥蟹的家的 前面有好多 所以你抓泥蟹的話 直接從這個地圖上去選 主要是旁邊是泥巴地 有大樹的 像這兩邊 這個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如果岸邊是沙子 全部都是沙底的話 那個泥蟹就會比較少 如果岸邊呢 防波堤是被這種水泥建起來了 那個泥蟹也會比較少一點 這個環境呢 就是最標準的 兩邊都是泥巴 前面又有大樹根 網子呢 之前我有介紹過了 不管是貴的網子 或者是便宜的網子 都是可以抓到泥蟹的 所以不需要糾結價格的問題 如果你是偶爾玩一下 那你就可以買便宜的 如果你是長期想要抓泥蟹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個比較好的 比較好跟比較便宜的區別 就是它的這個鋼筋 還有這個網子呢 就比較粗 比較耐用一點 那比較便宜的呢 就只是這個鋼筋比較細 那網子呢 也會比較細 那你如果用久的話 就很容易磨破 或者是有些螃蟹跟鰻 都是會咬破網子的 那我們就是比較便宜的壞處囉 那抓泥蟹呢 那上面呢 你必須要有一個符球嘛 符球上是規定要寫上你的名字 跟電話的 像這個電話 我也是寫的 反正就隨便寫了 沒有人會在意的 也沒有人會查 所以也不要糾結 上面是不是寫名字 或者是寫電話 或者是一定是一顆符球 在坤士蘭這邊呢 很多人就是用一些牛奶罐 就是代替一顆符球 就是防止船去撞到而已 所以這些都是不太重要的事情 那主要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不要抓母蟹 那也不要抓不合格的螃蟹 那基本上這裡的母蟹是一律都不可以抓 然後公的螃蟹呢 它的外殼兩邊一定要有15公分才可以帶回家 一個人可以抓10隻啦 但是我從來沒有一次抓10隻過了 因為這裡的泥蟹呢 雖然很多 但是夠尺寸的 其實沒有那麼多的 而且都是虎的 因為大家都在抓公的嘛 所以導致公的很少 母的很氾濫 就是這樣囉 這個抓螃蟹的鵝呢 反正只要有腥味的 不管是任何的肉類 或者是魚頭 魚骨 都可以的 那之前我也有介紹過 就是自製的鵝料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連那個我現在都懶得做了 我就是直接用剩個肉 然後剩個魚 放進去 這樣子最方便了 這樣丟下去就可以了 明天用掛鉤來收 那如果人家這種開船的來收 那個就是沒辦法了 反不剩房 那些人就是半夜來收 也擋不了的 就看個人囉 這個補修就在這了 那我看到那個旁邊 已經有一個兩個 所以就等於這個是很像同一個人的啦 就是開船 然後就瞬間抽一圈了 所以本來那邊我還想要放一個 那我就不放了 我就放在這邊就好 這個拿到下一個地方去看看 如果有位置就放 沒有位置就拿回家 現在到了第二個地方 那第二個地方呢 這個之前我也是有來過 但之前我是放在這個 直接從這個岸邊丟出去 雖然也是沒綁 但是呢 那一次也是被偷了 就是裡面的鵝料吃掉了 那裡面一隻螃蟹都沒有 那個就是被偷了 把這三個都帶過去 我們要從這個旁邊呢 撈到前面 然後再到那個橋上去 從橋上丟下來 這個地方呢 晚上夜吊非常好 如果你來這裡用那個 火鵝 然後來這裡鎖的話 很有機率會鎖到那個 Jewfish 或是Mango Jack 這裡都可以遇到的 我這邊說一下 之前我也是有從橋上這樣子丟下去 所以就丟在這裡 然後太靠近岸邊了 岸邊釣魚的人呢 甩出去 然後把我的那個浮球勾上來 那也是從這樣子 他從這邊丟出去 把我的那個浮球拉回來 所以那個螃蟹也是被偷了 所以來這種橋上放網子呢 不要太靠近岸邊 因為岸邊的釣魚的人 有可能會甩到 如果我選的話 就差不多這裡 離岸邊有一定的距離 開始來組裝吧 這個呢就是比較便宜的網子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這裡 我用這個束帶把它綁了很多 就是因為破掉了 這個有破洞 這種就是很容易破 品質沒有這麼好 OK 然後下額料了 剛好看到 前面有人騎腳踏車過來 在這種路橋上啊 如果你是釣魚 或者是放蟹網 有人要經過 就是你讓他們優先 不要影響 我忘了帶束帶 所以這個羊肉呢 就是這裡要放一隻大羊肉吧 因為忘了帶束帶 所以這個羊肉呢 很有可能被螃蟹夾出來吃 對這個就隨意的綁一下了 那這個也是一樣 直接丟下去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直接丟下去 這座橋比較大 這座橋比較大 所以下三個或四個都是沒問題的 就這裡吧 這裡剛好有一個橋 我就放在橋墩的旁邊 避免船去撞到我的線 就放這 就放這 好就可以了 已經到底了 你就把它這個擋在這裡囉 今天呢過來抽我們的網子 那現在是下午已經就三點多了 然後呢 現在正在退潮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 河水呢 都很急啊 就是急著往外去 我們先從對面那一個開始收 就是這樣子收回來 我們來看看這一個喔 哇一隻螃蟹 好兩隻 但看起來是不夠紫色的啦 這一看就是母的 然後不夠大 這兩隻 倒出來 一看就是母的 母的前置就比較小 然後在他身體的地方呢 會比較圓 但是呢這隻母的呢 裡面有很多黃啊 因為他這個身體很厚 這裡面都很薄的 然後可以看得到這個 黃多不多呢 就可以看到後面這個 這個地方呢很寬 在這個裡面呢就是很肥 如果這個地方呢 變扁了 這兩這個殼跟下面這個間距呢 變得比較窄了 那個就是表示它裡面已經都放完了 那就是表示它裡面已經都放完了 放回去吧 這隻就比較大一點 但這隻也是母的 放回去 這是母的 也是很薄的 反正就是 這個 屁股後面呢 就是比較寬的 比較厚 薄薄薄的 那第一個網子就是都不合格的 全部都是母的 這個 我們去收集它的 剛剛把那個網子放在旁邊 待會回去呢 比較好收 這個網子呢還蠻重的 現在退場齁 這個水量很大 所以這個浮球 就讓它飄到那個外面那邊 然後再把它勾回來 有一個人在看我那個 收網子 等一下兩卡再看 看看 這個裡面有一隻 哇 今天 效果不怎麼好啊 我料都被吃完了 昨天我好像在這裡放了那個羊排 是什麼呢 羊排叫另一個 這太小了 直接放回去 這個就收了 我覺得這個可能比較有機會 因為這個裡面呢 我是放了一塊羊排 那那個羊排呢 會被那個網兜兜住 所以如果你的耳料 可以在你的網子裡面 存放了比較久 就有機會 就是吸引更多的螃蟹進來 那剛剛前面那兩個呢 都是那個網子比較大 然後就是放沙丁魚或者是蝦子 所以這個螃蟹呢 會把你的耳這樣拖出來 當耳拖出來 裡面沒有耳的時候 其他螃蟹就不會進去了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有希望的 我們來看看 讓你的浮球 飄過你的那個網子的標點 然後從側邊 用下面的鉤子 去勾住那個浮球的層子 這樣子就可以回來了 過頭了 那就換另一個角度 好 所以這個浮球呢 這個鉤子跟浮球 才會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呢 就是要讓這個鉤子 沉到水裡面去掛下面的繩子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哇 這個抓的可多了 這個是放了一塊羊排 然後呢 這個網子 是便宜的那個網子 來看看 這抓超多的 1 2 3 4 5 6 7 這個網子抓了7隻 所以呢 抓螃蟹呢 不需要看便宜或是貴的 這個最便宜的 又比剛剛那兩隻貴的抓更多 唯一就是裡面的耳 要用不對 這一塊啊 我記得昨天是放一塊羊排 所以羊排他們吃的比較慢 在裡面呢 可以吸更多螃蟹 不過這7隻螃蟹呢 全部都不夠尺寸 只能翻回去了 這隻是公北一看就知道了 這個屁股比較窄 然後前股比較大 其他的呢 大部分都是母的 這個都是屁股圓圓的 身體圓圓都是母的 然後還有一隻黑椒呢 全部都給他翻回去 這隻 超多了 7隻螃蟹啊這個 一次 給他翻回去 7隻全部都回去了 雖然呢 沒有抓到夠尺寸的 但是一下子看到這個網子裡面有7隻螃蟹 那感覺就很爽 那這三個網子呢 在這座橋一個晚上也抓了10隻 所以也是算不錯了 那像這種時候呢 就沒關係啦 反正 有抓到就有 沒抓到就算了 那你持續的在這裡放呢 一定可以抓到大的 因為你必須要找到一個螃蟹喜歡出沒的荷域 那如果你連這個三個網子 然後抓到了 就可能一個晚上就兩三隻 那就表示那個地區的螃蟹不多 再換一個地方 這地方的螃蟹是很多的 所以就是 再繼續等下去一定會有大的 那我朋友來昆斯蘭玩 能不能吃到螃蟹 就看下一座橋了 最後的希望吧 不過呢 我看到我的浮球了 但是 我有一點擔心 昨天我沒有放的這麼岸邊的 它這個角度呢 勢必網子是從這裡丟下去了 因為是這樣子退潮嘛 不可能是放在這裡的 這個網子已經被移動過了 然後下面呢 那個本來放螃蟹的浮球已經不見了 就有可能會懷疑 他們在搜的時候順便確認我的 然後因為他們在確認的時候 床會飄嘛 所以 下的問就不一樣 因為以我的習慣呢 我昨天可定是在 比較中間一點的地方的 這個一定不是我放的 這是我昨天放的位置 浮球 距離岸邊 是有一定的距離的 好 還卡住了 你看卡在這 這麼這麼岸邊 你看 這網子根本就是在岸邊的 這不是我放的 我的那個掛鉤也掉了 這下高了 你看 那個掛鉤被我拉斷了 真的是全部都塞進去了 網子卡住了 掛鉤又沒了 好吧 今天的影片呢 只能到這邊了 就是網子被移動過了 我也沒辦法 回去呢 再把這個掛鉤補上去 那下個禮拜再來看看 如果幸運的話 下個禮拜這個網子還卡在這 如果沒有的話 就被別人拿走了 OK 那我們就收工啦 OK 那我們就收工啦 那這個就是我在昆士蘭 實際抓螃蟹的一個食路 之前有抓到那個螃蟹呢 就是幸運了 沒有抓到的是正常 沒有 你放一個晚上 直接就抓到工蟹 那個是幸運 那你都會抓到母的 跟不合格的那個工蟹 那我的頻道呢 是專門分享釣點 還有釣魚基礎的技巧 除此之外呢 我還要分享 如何處理自己釣到的漁獲 如果你們在我的影片 有學到任何東西 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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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